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点40左右吧 我们家的比较快点 大家好 水哥 我起这么早 这是第五次去北夷三月了 因为已经过去二十多天了 十四天的观察期 然后七天的复查 拍了一盒词 今天得拿着十四天 二十一天以前的合词 加上七天以前刚开的合词 两次合词再对比一下 我媳妇这个到底有没有手术 今天听一下教授怎么说 然后可巧呢 我丈母娘因为杨康之后 血糖急剧降低到1.7 然后眼底出血了 因为她也有白内障 正好赶上 今天跟我媳妇一天 妈是住院是吧 应该今天不是做柳树是吧 住院应该是也用不了两分钟就快了 然后我先带着丈母娘 然后去朝阳医院 送完丈母娘 然后我再陪着你 把你们的病弄好 然后咱们再回来接着妈 然后你今天车显号 对对对 现在北京城里边是现号的状态 大家不要因为车出行 到时候给你发可爱 是吧 赶紧走吧 我先上楼下把车给你热 然后是吧 省得你冷 然后妈来了坐上车也暖和一点 走 走着 慢着点啊 上去 走 都已经接上了 对让你弟跟前面开吧 省得占地 行走着 不是我要干 都人家弟 我知道我就说这 已经接上了啊 我爸跟我妈也去了 陪床就得 今天就住了是吧 这可不是住了明明 做什么时候 想没有今天做什么时候我们再去啊 今晚先跟他去三院那 给他订了 你去了 别去 别去 就 人多力量大 一家人 一家人 哪儿俩都在做手术 到时候听着看 大堵车 还带个轮椅 来 行那你跟妈来什么吧 陪着吧 我们一会儿来过来 陪你姐姐看完病 加油啊妈 慢着 慢着点 慢着点 拜拜 拜拜好嘞我们走了啊 一会儿的完了打电话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14分 挺早的 然后把丈母娘送过去了 啊 你弟跟着陪着啊 陪着完了以后 我先带媳妇先把病看完了 在北医三院 然后再翻回去 去朝阳医院 咱再跟着过去忙忙忙看吧 今天不做手术 今天不做手术 那明天后天做 也就是安排住的嘛 然后待会儿咱们去 那个 今天最主要的 把你这个病情 啊 呃 跟医生那个 问好了 是吧 什么是做手术 是吧 也不能再拖了怎么样 看看那片子 两个对比一下 你害怕 这两天呢 那胳膊疼痛感好像降到20了 就很一点点疼啊 一点点疼 那你也不能出去 哪也去不了 活来弯不了 最严重的就是这手 这手老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这种感觉 就仗靶似的 老是弯曲啊什么的 都不舒服 对 有的人呢 说那个那意思 去一个医院呢 按那儿呢 恨不得就要做手术 这病没长在谁自己身上 谁也不能说买颗白菜 不好吃烂了 说扔了 这个不是 这前面喇开后面喇开 这人 这不是说那一个玩具 是吧 说掉一膀子 掉一胳膊坏了 不要了 这不是啊 活着上一个人 是吧 最好还是不想动刀 是吧 咱也不是拖 把这个病情咱们弄稳固了 是吧 问医生呢 商量好了 咱们再做手术 也不迟 是吧 然后还有人说什么呢 我这不带丈母娘也处理了 是吧 要不然她要没病 我还得就得跟着去跑步什么的 是吧 当人是女的 咱说心里话 那孩子一小时候 人丈母娘给哄到 一周半两周 白给你哄 你媳妇呢 你这媳妇白给你生 是不是 咱说去吧 咱那有良心是吧 老人说 那个年轻活不用 到老那天 谁都会有老那天 养儿养女干啥呢 对 就到这个时候 忙我忙我 是吧 关键谁都有老那天 是吧 先带着媳妇啊 上医院 赶紧找那孙教授 确认一下 今天做不到手术 或者说定哪天做不到手术 这是最主要的啊 然后再回去看你妈的 走着 我先带你吃点饭去 我怕 我真怕 别害怕 走着 吃点庆空包子吧 简单吃一口 肉会儿吗 又到地儿了 走着 取一件铐 取铐 吕大公主遇到别人咨询 都会热情帮助有问题的 因为所有人都会生老病死 然后在有生病的时候 这个人呀特别无助 就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或者一些咨询 一些建议 就特别好是吧 对 少走一些弯路 我们那一起 他们有的人就说 因为生病了特别疼痛 对 就是身边的人跟家人 时间长了不理解 就是都觉得矫情 然后就有 以至于就是心理焦虑了 但是我们病人之间 就特别理解 因为有那种疼痛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谁有什么事 我能帮的 我都尽量 我都想帮他 对 你让他交流一下 挺好 就跟吕大公主了 别转别转 他头疼 刚好点 当你赶紧听听教授怎么说吧 刚好点就开始高兴了 没事 上个人没有啊 嗯 我也不懂 嗯 嗯 坐直了 休息 休息五秒钟以后 胳膊打开 嗯 下巴仰起来 让脖子和肩膀就绷紧 然后再等五秒钟 然后再放松休息 这个工作呢 一组做二十下 一天做四组 坚持下来以后呢 脖子肌肉力量强壮了 嗯 他就能帮助减轻椎间盘的货核 就不会再出发 好吧 太太感谢您了 嗯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吉人自有天下 嗯 经过这二十多天啊 热敷啊 然后敷药包 坐颈椎操 然后带那个护托啊 用我一半功劳吧 都是你的功劳 我 我昨天我跟你说 我昨天我跟大姐说 你知我怎么说的吗 就是嗯 我溜的玩啥的 然后 那个 拐哥回家给给儿子 那个给我给我俩弄好弄吃的 我 我跟大姐我说 我说那个 嗯 我等我好了 不不不 我好好报答他 不用 有人还说我之前 我以后再也不气你 有人说那个 说那个行赶活少 什么怎么样 这样那样的 郭阿姨什么的 孙教授说了 不让干活 指着我说 小伙子你得多干点活 别让太受累 这说的 嗯 然后呢 远离低头足 远离手机 啊 每天回家还得做颈椎操啊 然后 这个是 21天 14天以前拍的那个啊 然后那不是特别厉害吗 这个是7天以前拍的啊 这是第二次拍的啊 然后 嗯 脱出的部位啊 炎症已经全部消除了 然后也回去一点点 然后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旅大公主不用做手术了啊 可以康复保守治疗 就这样康复 做颈椎操 热敷什么的啊 带颈托 是吧 远离手机 注意就行了 别干累活啊 太高兴了 别哭 别哭别哭 别哭 谁不害怕啊 您看从嗓轴子来一大口子 从那切开 或者从后边直接切开 谁不害怕啊 所以说 有病赶紧治 是吧 也欢迎互相交流 分享什么的一些好的经验 像我们这个旅大公主似的 从刚才得病到现在二十多天了 是吧 心里憔悴 感觉都要抑郁了 但是经过我这个细心呵护的治疗啊 在家里边咱不懂 但是咱听医生的是吧 看见了吗 就做一些颈椎操 然后 药吃完再吃完这七天的是吧 你看再疼不疼 再疼了再开点药 不疼你水肿基本没了 到时候我带你天天做整个操 连着吃一段时间吗 我觉得是吧 那更好 远离手机 别干累活 也管事 你这热服得特别管事 知道吗 因为这教授说的热服管这事 管事 因为增加血循环嘛 太棒了啊 现在马上去看你老妈来 老妈住人院了是吧 住人院不让进去了 不让进去了 那咱接着你弟 回家高高兴兴的 今天就是圆满结束啊 吉人自有天下 我以后再也不去 没事 没事 他其实以前 我经常带他去溜弯 为什么带他去早市呢 他就不爱动 其实 但是不爱动 跟他那个不勤快 不是两码事啊 非常勤快 以后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就都听你的 等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那天在设备里还说呢 带你去外边玩去 逛早市啊 健身啊 溜弯啊 是吧 做颈椎操啊 也欢迎大伙儿 跟我们一起坐起来啊 都远离颈椎病 不得这个 椎间盘突出什么 颈椎这个疾病啊 健康康的都啊 行 等会等会 驴大公主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过于激动啊 当然我也忘了拍了 但是最后 驴大公主提了一小要求 跟那个教授啊 人家这个 医德医上特别好 是吧 从最开始的关心你 然后那个让你减缓 就那意思 先吃药治疗 保守治疗 然后到现在 是吧 有一个过程 看我还跟孙教授 合了一张照 看看帅不帅 我觉得这 我说孙教授 我简直帅呆了 让 在我心里是 觉得最帅的教授 医德刀上啊 人家这治病 就是人就是 特别到位啊 不是说按那儿 就让你手术 那不是买颗白菜啊 但是真是 有病一定记住 要去大一点的医院 我说为什么啊 对我给大家提一个小 温馨提示 对对 你看我 我在我们当地 就是第二次造完的那个核磁 他看依然就说中午 还是怎么没有变化 但是 人家教授拿过来一看 是不一样的 脱出的部分 他就是 有所 往回 对 所以说呢 而且说 经过以后的治疗 就是慢慢康复 可以慢慢的回去 对回去 不得能回去 就成了点儿 当然压迫挤随的 它是好不了 但是你只能就是自己保护维持 所以说我就是奉劝大家呢 如果说脖子不舒服干什么呢 就是紧早治 紧早看 别到时候就是像我这个特别严重了 就耽误了 还有家人的关心跟那个支持啊 呵护 最重要的 等哪天我给大家就是单独的说一说这个事情 真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就是不废话了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啊 喜极而泣了 这就拜拜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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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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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